家宜有一名網友PO上了一張照片 他說自己吃了15顆水餃加了辣油 沒有想到竟然是被老闆娘索取 還要多加錢 這篇文章一PO上網之後 引起了網友的討論 沒有聽過在水餃店裡面 吃水餃加辣要加錢的 不過實際到這一間水餃店 業者也提出澄清 油脂不能儲脂 他已經加滑下的 他還在這裡 要加那些水餃 要再加那些料 好像很多就對了 我意思是你已經加那麼多了 不要再加了 業者表示自己提供的辣椒 其實成本很高 一大包就要1000多塊 他自己也在這邊經營了20年 過去的經驗都是 如果客人還想要再多帶幾包醬料的話 三包10塊錢 當天他是看到了 JMI消費者不斷的挖取裡面的辣椒 而且已經撒了好幾瓢的辣椒油 所以他才會提出提醒說 這個辣椒油相當的貴 所以如果想要再多加的話 就要付錢 不過因為這樣的對話 引起了消費者的不滿 因此憤而PO上網 找網友一起來理論